你记忆中你有跟他一个很 很长一点时间的聊天吗 有 那是我 30岁的时候我碰到了很大的困难 在事业上 我碰到了很大很大的困难 那时候我爸已经中风了 我爸是医生 是 是高知识分子 英文 书法都很好的人 很优秀的人 对 很优秀的人 我就坐下来跟我爸说 我爸在黑黑的房间里面 还已经中风是一个人独睡在那边 穿着那衣裤在那躺在那边 发呆 灯都没有开 我就进去跟我爸说 爸 我出事了 那大概事情什么怎么怎么样 其实我心里有底 他听不懂 大概事情怎么怎么怎么样 我应该怎么办 爸就 他就敲自己的脑袋 讲不出话来 他敲自己 他想帮你想方法 他说不知道 我说你帮不了我对不对 他也笑不 他连笑都没有 他就讲不出话来 我说我唯一可以讲的人就是你 但你帮不了我 那一刻我深深的挫折就是 我得接受他不是我爸爸 这句话很残忍 就是他当然是我爸爸 可他已经不是那一个 高三以前那个爸爸了 就我在那一刻我终于接受了 就这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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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